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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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好像和這個吵架的婦人一樣 你想攔她就攔了一封 真是不可能的 亦都是右手抓柔 亦都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你不可能停止這位婦人 其實這裡說的 就是提醒我們用言語表達 來增加溝通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就好像年年的滴漏 什麼叫年年滴漏呢 就是好像將你想說的東西 就是腦吊重彈 即是經常都是想發洩情緒 即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說一些東西 經常都自說自話 會造成很多時候會自我隔絕 就好像跟爭吵的婦人一樣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所以我們都要小心 然後不要經常都 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 懂得怎樣溝通的目的 就不要經常發怨言 不然就好像大雨之日 連滴漏一樣 令人們很厭煩 在針言裏面 其實在第27章 我們昨天都已經看過 有幾節的經文 特別是說到關於友誼的 在第27章第27章第17節 亦都提到朋友 例如是說 鐵磨鐵磨出印來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他說這個朋友相感 其實在新譯本裏面 他會提到朋友互相切磋 或者是才智亦都變得敏銳 其實他說這個朋友相感 還有才智這個字原文是在說那個臉 即是朋友去磨那個臉 亦都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他說 我想我們看回剛才我們說溝通 其實你要跟朋友 一起用鐵磨鐵磨出印 即是那個刀鋒 那個幾利 就要看看大家磨不磨得出 這個鋒利的刀出來 那你的朋友其實我想在溝通當中 都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需要學習的 第一就是兩個人都需要是鐵 如果一個是鐵 一個是豆腐的話 就覺得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 要有同一樣的價值觀 我們才可以兩塊鐵一起磨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鐵那個就很沒人 對著豆腐 豆腐又經常覺得鐵對他有威脅的時候 有傷害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沒什麼意思 是不是 第二樣東西 就是兩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不足夠 所以要彼此協助 就不是一方面是勁過另一方面 即是強過另一方面 又或者經常都覺得自己是弱勢那一方 因為這個才是朋友 就是大家是沒有分彼此的 大家是同一個level的 才可以去磨出那個印出來 第三樣東西 就是好的溝通 需要令到雙方都能夠造就到 即是不單只是在你當中分享你的智慧 令到大家互相的見識能夠增長 心裏面又可以重新的得力 就不是說我告訴你不好 你說我不好 即是大家在互相指責 其實一做鐵 即是是好事 亦都需要另一個鐵來磨我們的生命 那不磨得不磨嗎 如果鐵不磨的時候 即是會怎樣 就會容易生瘦 人物會容易老 人物的思想就不能夠被對方 或者被你的朋友去幫你更新 所以我覺得在針言第27章第17節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 講關於朋友 關於友誼的一段的金句 希望我們都能夠記得 接著我們可以看第21節 第21節它就說 鼎為煉銀 盧為煉金 人的稱讚 亦都是試煉人 我相信在之前我們都看過 很多時候我們要小心 人的稱讚 人的稱讚很容易會令到我們飄飄然 讚美其實是考驗一個人的 就像用高溫去考驗一些金屬一樣 看看它順不順 會不會燒走當中的一些雜質 讚美的說話 人都喜歡聽的 但是讚美怎樣去影響你 會不會令到你更加努力工作 又或者是你被人讚完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飄飄然 或者是令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性格多一點呢 其實一個 一個 一個有高溫度的 即是誠信很高 或者是很誠實的一個人 是不會那麼容易被一些讚譽去影響的 他對自己裡面的信心 或者是會感覺到很足夠 也不需要身邊的人去給他很多的讚美 令到他覺得自己的價值在這裏 即是無論身邊的人 賺不賺他也好 他都會覺得自己是有這個價值的 他也會知道他究竟應該要做些什麼 施暴真其中有一個很偉大的一個報道家 其實他在二十歲之前 其實他已經出了名 講道很厲害 神也很重用他 記得有一次他講完道之後 有一位很傾慕他的太太就跟他說 他就說 施暴真先生 你這篇道真是說得很好 施暴真那一刻就跟他說 是呀 夫人 即是Madam 他說 當我走完走到我的講壇之後 魔鬼也都在我的耳朵裡跟我說 同一樣的說話 我們這樣聽到好像很沒趣 對別人稱讚你 但你這樣好像回到他 但其實不是 施暴真這樣說 其實很多時候 魔鬼都會用這些說話 去令到傳導人 或者令到人去驕傲 所以我們實在要小心 二十一節他說 鼎為煉銀 盧為煉金 人的稱讚 亦都是視連人 這個是我們可以一起去學習的地方 不需要別人稱讚太多 但是我們知道自己盡力做得好 就可以對神交障 這個才是重要的 好 第23到27節 其實你會看到這幾節的經文 其實我們可以一起去看 因為這幾節五節的經文 其實就是特別說到 好像放羊的一些情況 其實他說你要詳細知道你的羊群是怎樣 你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為什麼呢 因為知財不能夠永有 冠冕也不能夠傳到萬代 其實他就說 神能夠填滿了人的那種需要 其實這五節的經文可以獨立成一章 因為他當時這五節的經文可以放在一起 就是當時的城市和村莊 或者是鄉村 其實區分不是很明確的 所以去到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生活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周圍有些田園 所以所羅門也很清楚知道一些農間的生活 或者是知識 而他寫這一段的經文 其實都是警告那些 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要做些什麼的人 那因為那些人做什麼 一心去追求錢財 而且有很多的貪婪在他的生命當中 就好像第24話 因為知財不能榮有 是不是 冠冕也不能夠傳到萬代 其實 也就是說到 如果人會忠於自己的職份的時候 神也會去誠實 或者是很忠心地去對待這些人 其實神的恩典是絕對足夠給人用的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去到後面 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節 你就會說 就算是乾草割去 你會發現亂草 然後羊膏的毛可以為你做三 還有 沒有生羊的奶不單止夠你吃 而且你的家眷食 還有救養你的疲勒 其實都是說 就算生活很不確定也好 只要我們為未來做好準備的時候 努力地去做好我們應該要做的事 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情況 如果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神一定會以恩典去滿足人的需求 其實我們應該有些軟件去行事 無論是對我們的家庭 對我們的事業 其實我們都有責任去關注 去留心的料理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管家 我們在聖經裡經常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管家 神給了一些東西給我們去管理的時候 我們就要悉心地去管理 所以對於上帝的神的子民來說 去think ahead 或者去做好計劃 做好我們應該要做的事 這個才是重要 因為這個是一個的責任 而不是一個的選擇 希望我們都知道 究竟神託父我們做的是甚麼 或者我們身邊有些人我們需要照顧 有些事情我們需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盡力地做好它 不要只顧著去賺錢 不要只顧著去貪財 因為知財不能榮有 而冠冕也不能傳到萬代 好 我們今天的靈修分享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